我们来看 你要了解到 真的我们要来到 自虚极守净毒 现在这几章要呈现的 就是让大家去了解 自虚极守净毒的重要 这个跟任何宗教的修行无关 它不属于 不要把它界定 这个是什么教 真的不要这样界定它 心灵清静 灵静下来 这是每个人都可以做 而且是也是每个人都需要的 所以不要看这些 他们是修行人 他们是属于什么教什么道 不要这样界定 我们要来到心灵灵静 清静沉淀下来 当你心灵灵静沉淀下来 然后你才能够逐渐去看懂 大自然跟我们在启示什么 所以我们到哪里 包括说这是在美国 在美国 在加拿大 或是到马来西亚 到哪里 我们都是协助大家 把心灵静下来 然后来到不太成见的去看 去看万事万物 这就是协助大家去听 什么叫做西水声 西声是广长蛇 西水声是广长蛇 风声也是广长蛇 大自然的花草植物 也都是广长蛇 都在跟我们讲 都在跟我们讲真理实相 那这里主要就是协助大家 去听懂 去看懂 去了解 什么是西声 尽是广长蛇 所以我们真的要来到 从语言文字下面 然后去看到无字真经 无字真经 它就是没有文字 就是无字天书 那无字天书 如果我给你 有的人说 那我给你一本书 这本书 这是无字真经 然后里面就是 全部都是白纸 一个字也没有 当然这也是无字真经 问题是 你还是看不懂 那真正的无字真经 空海告诉大家的就是 大自然一切 全部都是 所以你要去看实相 这个就是无字真经 这是真正的无字真经 它在告诉我们 道大自然在化育万物 养育众生 养育人类 道它怎样在作为 怎样在付出 怎样在上代且成 好 这都是告诉我们 道它就是这样 万物并作 让万物不断的这样生长 但是我们要了解 万物它生长 它一定是会变化 变化 变化 它会让其 让落 所以要来到 看到它的万物又归其根 所以你看 你真的会看 你到哪里 你都可以看到法 看到大自然的运作法则 西水 在告诉我们 实相 海生 一样 海浪 都在告诉我们 大自然的运作法则 它就是会这样 不断的生生妹妹的变化 但是不管再怎么变化 从古至今 它还是一样 不生不妹 不争不减 所以这个就是在告诉我们 十六章 那一章的境界 十六章就是在告诉我们 万物并作 无以官复 我们现在就是协助大家去看到 老子他看到的 万物并作 然后他怎么去观看 大自然的法则 原来所有的动物植物 都有这样生长 然后会 它会 也会枯萎 有春天 春夏 秋冬 然后万物 也都依循着这样的法则 不断的在变化 变化 这就是万物官复 万物并作 无以官复 富物云云各富归其根 现在后面这几章 就是要让大家去体会 什么叫做归其根 万物它会不断生长 生长 但是它不是横定在那里 它一定会变化 花有开 一定会花有凋谢的时候 树叶会生长出来 也会掉落的时候 春耕夏种秋收冬长 它会有这样的一个变化 所以那这些叶子掉落 掉落到哪里 一样归其根 你来自哪里 你也一定到最后都回归到哪里 你来自于道 最后也一定回归道 而且现在当下 你也就在道之中 从来不理 讲说回归 那也是个全说 方便说而已 因为你来自于道 然后以道为背景 以道为舞台 当下不离道 就算你两眼一闭 死后也不离道 就在道之中 这就是万富 然后它又归其根 落叶又归根 这都是在告诉我们 宇宙的运转法则 你看这个就是 夫物云云 然后无以官妇 各父归其根 讲的都是这样的 归根曰静 四位复病 复病曰常 知常曰明 你看 这下面有很多的 很粗的树干 它是 他们在这地球上 活过了好几百年 那后来 因缘 形成另外一个因缘的时候 他们倒下来 倒下来之后 一样 他们躺卧在大地上 躺卧在大地上 它回归自然 生命并没有消失 就像海浪 海浪回归大海 并没有消失 而且怎么样呢 一方面 它本身它的尸体 它又变成为有机肥料 在长羊 一方面 它又有很多的种子 它会留下一些幼苗 这些幼苗 种子又会再繁衍 又会再长起来 所以 它有形的尸体 无形的心灵 都不会消失 它会继续 再生生不息 这就是 佛教里面所讲的 不依不义 不生不寐 不增不减 那个含义都很深 都是告诉我们 宇宙它就是 不断的在生生不息的变化 树木 它会从小树木变成粗大的树木 有一天它会躺下来 躺下来 一样回归大地 那 它就算它回归这个大地 它树木树干腐朽 那腐朽要知道 在大自然之中没有废弃之物 没有废人 没有废弃之物 它一样 一方面它本身树干又是成为有机肥料 也是成为大地的一分子 而且它本身又在新的生命又在长起来生生不息啊 所以大家好好去体会 生命没有死亡 只有变化 变化 变化 这是易经所要跟我们 透露的宇宙的实相 如果您能够从中去了解 生生妹妹 而体会到不生不妹 你就会体会到什么叫做不生不死 这就一样 好 那你怎样看懂这个道呢 就是要像它一样 很认真的去看 你有没有看到它很认真的在看 它就在读五字天书 在读五字天书 所以你不要草率的看 不要草率的看 要静下来去看 法界一花一草一木 都在跟我们叙述宇宙的运转法则 落叶会归根 花有开有谢 人有生有老死 但是你从哪里出来 从道衍生出来 你一样到最后一样都是回归道 所以真的大家好好认真去看的话 不管你到哪里 你都可以见到法 见到道 我们归纳出来现象界的一切都在流动 生命变化 这是易经所要告诉我们的 大自然的实相 真理 老子一样告诉我们 这就是宇宙的一个运转法则 这是法则 老子把它称为叫做常 常很不变的运转法则 你知道这个常 也就是说宇宙的运转法则 然后你就是真正的一位明眼人 一个开悟者 叫做知常约灵 那你要知道 现象界它都在流动 生命变化 同时你要了解 流动生命变化 那不要把它界定 那就是坏 那就是不好 很多人一提到无常法印 那都是消极悲观 一切都是无常 那都是生住意味 成住坏空 你再怎么努力 全部都是空 都是消失 那是错误的解读 那消极悲观 我们要知道 宇宙的运转法则 它一定是中性 像这里 这是火龙果 火龙果 它本来没有花 但是它有一天 因缘成熟的时候 它会开花 这是无常在流动变化 如果是苍恒不变的话 那这个火龙果花 它怎么产生出来 没办法产生 它一定是无常流动变化 火龙果的花才会开花 开花之后 它才会结果 这个都是在告诉我们 无常法流 无常法印 一直在变化 同时它是中性的 所以我们要了解 宇宙的运转法则 这些智慧者 他们把它归纳出 三个主要的原则 而且他们都是中性的 中性的 所以这里要跟大家解释的 就是这一段要解释 人法地 地法天 天法道 道法自然 真的 我像这一章slide里面 它在告诉我们的 就是大自然 它在默默的化育万物 养育万物 它默默的在付出 就是对众生攻击功劳 然后功成又不拘 你看 大地都是在 跟我们视线这样的生命意义 所以人要去效法大地 这就是真的 我们要静下来去看 大地在养育万物 人法地 第一个阶段 现在就是要协助大家 去体会大地展现出来的精神 特征特色 就是人怎么样去效法大地呢 默默的化育 默默的养育 默默的协助众生成长 然后又功成而不拘 不止大地如此 连这些蜜蜂动物 他们也都在展现 那种倒影无饼的精神 那你看大地能够让这样的 这是小冬瓜 冬瓜刚在开花的时候 小时候是这样 然后大自然能够让它不断的这样长养 长养 所以大自然你看 能够让一个小冬瓜 然后变成一条很大的冬瓜 很大的冬瓜 就是大自然在长养万物 化育万物 然后这些食物就是给众生来品尝 还有大地流露出来就是支撑万物 如果没有大地的支撑 你再怎么厉害 你不可能活着 我们说这里有陆海空的动物 有在海中有的雨 有在路上跑的动物 有在空中飞的动物 但是全部通通要有大地的支撑 它才会活着 有哪种动物 你说在空中飞的鸟 一样啊 如果没有大地的支撑 它不可能活着 所以要知道 大地它就是 不但前面是化育 然后它又支撑着所有动物的存在 而且大地它也支撑着所有的文明的存在 如果没有这个大地的支撑 所有人类的所有文明 通通消失 不可能存在 所以我们要去看 道 大地 展现出来那种精神特征特性 这是道在支撑一切众生 养育的众生 给我们是净土清净的世界 这是在美国洛杉矶那边白的 那你看到大自然大地 流露出来的并不会说 你是白种人 我对你特别好 然后你是黄种人 我对你不好 你是黑种皮肤 黑色皮肤的 我对你就歧视 道绝对不会这样 它一定是平等对待 所以我们要 就是要去好好去体会 真的 道 大地 它展现出来那种 大公无私不爱的精神特征特性 然后你看到大地之后 人法地 地法天 天 就是你要抬头去看看 虚空的启示 但是那是更深 那就是天法道 道就是天 然后我们在这个过程 天我们可以把它用大家比较容易看到的太阳 天 人法地 地法天 太阳 它在展现出来就是天德 道之德 时间的关系 现在已经快12点了 还要讲下去吗 我看还是讲到这里好了 好不好 不然我们把这一段看一下 把这个人法地 地法天 把这个天 这个再解释 然后后面天法道 道法自然 我们下一次再来跟大家分享 好 我们现在看太阳 人法天 地球 大家还比较 刚才我这样介绍之后 大家比较容易看得到 那现在 那天 太阳 它展现出来德行 又是怎么样呢 你看 太阳 不断的善待且成 不断的在燃烧自己 然后把生命的能量 毫无常识 毫无条件 无所求的 把生命的能量 传送出来 你看 这就是太阳 把生命的能量 传送出来 让地球上的 所有的植物 所有的动物 能够生活 能够生存着 要知道 地球上 你的万物 植物 五谷 水果 你要 成长 一定要有太阳光的照射 没有阳光的照射 没有能量的补充 植物 就不可能存活 不可能成长 不可能开花结果 没有植物 没有五谷食物 人类还能存在吗 不可能存在 所以我们要知道 我们能够存活的 背后真正的 那个能量的源头 以太阳系而言 最大的功臣 就是太阳 太阳是真正 我们生命能量的 能源的源头 但是你对这个生命能量的源头 有去感恩过他吗 化育万物 化育万物 功臣又不拘 所有的食物 所有的五谷 蔬菜水果 全部都需要有阳光 普照 有能源能量的灌入 他才会成长 才会活着 而且太阳 给我们的是彩色的世界 如果没有阳光普照的话 没有阳光照射 所有的颜色都会消失 都会变成灰暗的世界 所以你要知道 这些颜色都是来自于阳光的照射 奥妙就在这里 所以你说要看宇宙的奥妙 都在眼前一切处存在 如果你能够看得懂 你就可以看到 什么叫做极乐世界 什么是天堂的现前 因为你可以看到彩色的世界 看到奥妙的世界 看到道在跟我们宣说宇宙的整理事项 你真的看得懂 你就会真的见显思起 展现流露出的是 道的精神特征特性 好 我们大家一起来学习 道的特征特性 我们也早日成道来普利众生 好 谢谢大家